亲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和大家共同来学习 太极拳、太极剑 以及强身剑体的力行武太极 今天我带领大家 所学的内容是 佛拳里边的观音拳 这套拳是由江慧利老师创编二成 这套拳总共有23个动作 咱们给它分成八个小节来完成 一小节的三个动作 下面我给第一小节的三个动作 先做上一遍 这三个动作 我先说说动作名称 第一个是礼敬观音 第二个是花开献佛 第三个是超脱轮回 下面我单一地给大家 先坐一坐 礼敬观音 礼敬观音松下来之后就是开步 开了步了之后往下松 扎成马步 然后呢 这个手呢稍稍地略往上走一点 走一点之后手打开 两侧起 两侧起的同时呢 这两侧起的同时呢 头要往右转 看右手 再往下沉 沉完了之后 看右手 眼睛随着右手回来 落到你的当田柱 就是下巴以下就可以了 这是礼敬观音 我再做一声一遍 开步 这个开步啊 不是像咱们学台语学的 鱼圈灯宽啊 要稍微要宽一点 宽一点 沉下来之后 手略微往上一提 提一点 别提多了 它这个是一个 开了不是哈 啊 跳开了吧 哎 哎 手收回来了 这就是啊 这是礼敬观音 礼敬观音呢 从侧面看呢 就是这么 这样 这么一个动作 看见了吧 这个手不要往前走啊 就在这儿 离你这个腹签呢 也就是一拳头吧 这么这么个距离 一拳一拳的距离啊 要这么做啊 这样要撑开啊撑开 这是第一个动作 是啊 啊 离敬观音 第二个动作呢 是花开献佛啊 花开献佛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啊 看什么呀 这个手呢 要往前 往前往下往回收啊 动作是这样的啊 往回收的同时 要收这个脚啊 收这个脚 这个脚收回来 手又收回来 脚又收回来之后 是一往前起的同时 给手打开 看 还是往右手方向看啊 这两个臂给它展开 哎 之后啊 往前落步 脉步的同时 这个手往回走啊 这手往回走 是这么一个动作啊 看 这是一个歇步啊 这个手往外 可以往外撑 看见了吧 这个手呢 在你这个 整个让这个 身体的左面 啊 是这么一个动作 我再坐上一遍啊 从那个 李静 李静观言 我接啊 没关系 看见了吧 我从车面给大家做一做啊 这个动作呢 我从车面给大家做一做啊 是这么 是手在这儿 看见了吧 哎 往前走 往下走 看清楚了吧 我这个 我这个 给这两个动作呢 连起来 给大家做一遍啊 大家要仔细看啊 开步 松沉下来 手略微往前提 打开 哎 这边边打边往下沉 哎 眼睛看右手 哎 右手回来了 头也回来了 之后啊 收回来 这是第一个动作 叫 礼静观音 紧接着是第二个动作是 花开献佛啊 手往除腿啊 打开 起身 身的也起来了 也打开了之后 落步合手 歇步蹲一来啊 这是这两个动作啊 紧接着呢 是第三个动作啊 叫超脱轮回 在这儿接啊 在这儿接啊 超脱轮回 起身这个手 往这儿走啊 这个手 原来不在这儿吗 当你 是不是在这儿 起身的时候 这手是得到这儿了啊 提脚 这脚擦出去之后 这个手 又回来了 从这儿 又到这儿了 之后 落回来 落到你的胸前之后 推出去啊 这个动心要往回移 这手要推出去 看清楚没有啊 我再坐上一遍啊 啊 从这个花开献佛往后接啊 花开献佛啊 往后接啊 看起身 这个脚是擦出去 手过来了 啊 手收回来 看见了吧 这样要成圆啊 我把这三个动作连起来给大家 给大家做上一遍啊 开步要大一点 手打开 往下沉 手回来 手回来 头回来 第二是 这是第一事 第二事是花开献佛 伸得也起来 手也打开了之后 落步 手回来了 撑开 这是个歇步 第三事是 操脱轮回 起身 手到这边了 这脚擦出去 手上这边来了 完了之后 给这手往回落 落到你的胸前来之后 再在这儿再推出去 推出去之后 你这个重心 不在这儿吗 往这边移 移重心 这是这三个动作 这样的呢 给大家再做上一遍啊 这三个动作 请在一起 好好看 所以 好 这一小节呢 咱们就学到这里 下一小节呢再见